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挥着它巨大的力量 单东新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 现在开定 一家上市公司 状告中国证监会 这个证券行业最高的监管机构 这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多见 黄伟时任证监会主席助理 作为国家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这也是第一例 中国证监会不仅仅是在为自身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抗辩 更是为受新泰电器欺诈发行误导 遭受巨额经济损失的 广大中小投资者抗辩 也是为维护证券市场 稳定健康运行的正常秩序而抗辩 经查证 在2011到2014年的四年间 新泰电器先后六次虚构财务数据 让公司迈过了上市道路上的 层层财务关卡而得以上市 2016年7月 中国证监会对新泰电器 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公司存在财务造假 欺诈发行 随后深圳政权交易所 根据相关规则 对新泰电器启动强制退市程序 新泰电器为了保住 上市公司的地位 开始状告中国证监会 一审败诉后 他再次上诉 对欺诈发行行为 我们的态度不会变 我们的标准不会松 我们的手段也不会软 我们执法的力度也不会减 2018年3月2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就新泰电器 诉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案 做出终审判决 维持了北京一中院 驳回新泰电器诉讼请求的 一审判决 2017年8月25日 新泰电器宣告退市 它是创业版第一家退市的公司 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家 因欺诈发行而被强制退市的公司 我们既要允许好的公司能够上市 也必须要对于坏的公司 进行惩戒或者淘汰 只有这样的话 咱们整个资本市场的本身 才是一个不断的新生代谢 一个健康的有机体 强制退市 使资本市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完成自我更新 自我进化的过程 近两年来 退市制度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震慑作用 昨天深交所和证监会 分别对上市公司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做出处罚 深交所对长生生物 发出事先告知书 你对其公司股票实施重大没法 有进有出 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 正在逐渐形成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欺诈上市 受伤最深的还是广大投资者 中国股市第一支 因为财务欺诈 而被停牌的深原野 在市场上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伊安科技 号称第一季优股的银广下 都对投资者造成过巨大损害 在严惩违规上市公司的同时 如何弥补投资者的损失 也就提上了日程 2016年1月 正将会推出了先行赔付制度 由保健人先行赔付投资者 因上市公司造假而产生的损失 这次新泰电器欺诈上市案 保健机构新业证券 使用自由资金5.5亿元 对投资者先行赔付 符合赔偿标准的投资者 由九成收到了赔付金 因为这都是一种诈骗性质 包括内幕交易 包括操纵市场 因为受损的投资者是清楚的 或者基本是清楚的 是可以找得着的 损失的额度也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上市公司造假行为 不论是在新兴的中国市场 还是在成熟的欧美国家 都是监管的红线 美国2002年出台的 萨班斯法案规定 一旦认定证券欺诈 上市公司的主要高管 将被判处最高达25年的刑期 对犯有证券欺诈罪的 个人和公司的罚金 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 和2500万美元 严刑巨法 极大的提高了造假者风险 从源头上洁净了资本市场 我想如果把刑法制度加益 把赔偿制度彻底确立起来 我想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 发展的秩序会大幅度地提高 发达的资本市场规范之路 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美国为例 他们的资本市场 在早期也经历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 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 上市公司都不需要披露信息 直到一百多年后 1929年股市崩溃 才有了证券法 有了证监会 而在中国资本市场诞生前后的几年里 也曾经历过一个混乱无序的伸展过程 资本市场 我说它具有这个产生大的 全社会影响的一切必要条件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 一个总的一个管理系 系统性的管理的话 那迟早要出事的 1992年 出生的中国A股市场 走出了一轮气势磅礴的牛市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股票能让人一夜暴富 而购买股票则需要首先购买新股认购证 这是一张当年参与抢购新股认购证的 投资者照片 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 失望和绝望凝聚在脸上 1992年8月初 120万人为了一张新股认购证 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 发售当天 排队申领新股认购抽签表的人 莫分男女老少 前心贴后背的 紧紧地挤在一起排队 长达十小时 但是发售工作还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就被告知 五百万张认购表全部售庆 随后感觉被欺骗的人群 涌向了深圳市政府讨要说法 凝养成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 受810事件影响 互生股市随后遭到重创 出生的资本市场在呼唤行业的监管 810事件是个坏事 但它也是好事 破落一个问题就是资本市场 尤其是股票市场 是必须往前走的 历史车轮挡不住了 你的城市的发展 刘洪如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810事件后 他受命组建中国证监会 1992年10月12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 开始有了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有了制度的保障 这些会成立以后呢 我就定了一个 我们的任务 叫开荒修路铺轨道 他们叫我脱荒人嘛 因为这路没走过 开吧 开荒修路铺轨道 路开了 轨道铺了 后来人就可以 比较快地发展前进 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着手建立规章制度 1993年发布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并推动一系列 证券法律法规的问世 1993年公司法实施 1997年证券犯罪被载入刑法 1998年证券法正式颁布 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实施 2007年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实施 他们和若干证券行政法规 部门规范性文件 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的法律框架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 资本市场相比 我国资本市场有比较明显的特殊性 我国资本市场有1.42亿投资者 其中1亿投资者是中小散户 不同于成熟的资本市场 我国85%以上的投资者 都是中小投资者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法律框架和监管体系 就必须大力保护中小投资者 培植根基 各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绝大多数 它的唯一的功能 就是它这铁路警察只管这段 管什么 管证券市场里发生的坏事 欺诈操纵 保护的是小的普通的投资者 和先行赔付制度一样 严格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给市场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 也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应有之一 2006年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开始实施 信息披露成为两个交易所兼顾的 常规内容 12月23号万家文化的第一大股东 万好万家集团是签署了一项协议 它要转让自己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1.85亿的流通股 2016年12月 万家文化发布一项协议传媒公司 为什么要收购这样的一家质地很一般的公司 此次收购存在许多的疑团 万家文化公告发布6天后 事后的问责 经过交易所连续三次的问询 公司和相关方难以自圆其说 最终选择终止了交易 跑根问底的质询 揭开了这起收购的内幕 龙威传媒系一个标准的空壳公司 这次收购资金 除自有资金6000万元之外 剩余约30亿元资金都是外界 杠杆比例高达51倍 万家文化发布的公告 对市场和投资者有严重的误导 交易所认定 这是一起典型的空壳收购案例 随着监管者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这起收购最终流产 同样被问货了的 还有电广传媒的关联交易 徐威伸名化余工一山 坐驾两亿元 市场无人问津 期盘靠变卖家财扭亏为应的电广传媒 只好求助于自家兄弟湖南广播电视台 来接盘 深交所发出的一只问询函 又把这桩明显的虚假交易 问黄了 资本上监管者的职责在我看来 最核心的职责就是做好信息披露的监管 做好市场透明度的监管 这是市场走向公平公正的起点 以信息披露监管为抓者 强化刨根的问题是监管 分行业监管 推动上市公司专注主业 优化公司治理 提高核心竞争力 2015年3月20 上午还走势平平的新发集团 下午开盘就暴涨3% 半个小时后 更是直接推升到7%以上 这一异常现象 引起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市场监察部的注意 我们发现上海知名 证券节目主持人廖英强 他的微博关注度极高 那在交易日午间 发布的这个股评节目 点击率也是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呢 我们通过市场监察系统发现 廖英强同名账户 他在相关股票的交易上 存在明显异常 廖英强 某财经节目知名主持人 他本人积累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却成了他黑嘴的资本 现在主要是通过我们的 移情监测系统 发现可疑的建股信息 然后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平台 去筛查可疑的涉嫌账户 这就是2015年3月到11月 廖英强操纵的39只股票 期间 廖英强发布了 含有建股内容的博客60篇 平均点击次数超过11万次 通过建股 吸引粉丝大量买入 他预先买入的股票 股价被推高后 他再卖出 8个月间 获利4300万元 交易所对他13个账户 穿透式监管 认定廖英强恶意操纵股价 莫属其非法所得 加罚款 共1.29亿元 如今 依托高科技手段 建立起的大数据监测系统 交易所的监管员们 紧盯着每一次的市场异动 2017年2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监察部 在监控中发现 和胜股份 张家港行 江淫银行 三只股票暴涨 和胜股份 9个交易日 上涨了85% 张家港行 12个交易日 涨幅148% 江淫银行 17个交易日 上涨96% 而同期中小板指数 在整个2月份 涨幅仅有4.48% 2017年一季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次星股指数大幅上扬 多资次星股市连续多日涨停 市场炒作跟风的这种范围很浓厚 泡沫风险在不断积聚 深交所利用高科技手段 迅速查阅了三只股票的交易账户 厦门北八道集团迅速浮出水面 这些账户通过连续交易这种方式 还有盘中拉抬 风涨停这种方式 来影响股价 涉嫌市场操纵 还资本市场蓝天 就需要监管部门的稽查执法 敢于亮剑 重点治乱 2018年3月 中国证监会对厦门北八道操纵市场案 作出顶格处罚 罚募款总计约56.7亿元 通过川兔市监管 证券管理部门 先后查出了徐祥操纵股价案 护港通股票操纵案等一批大案 也查出了一批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老鼠仓 近几年 资本市场的移送成案率大幅攀升 行政处罚数量 罚募款金额 以及市场进入人数敌创新高 对那些违规违法行为 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严厉地打击 虚假信息披露 欺诈上市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像这些都是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 盐一鸣知名律师 二十多年来 他一直奔波在证券市场 用法律为中小股东维权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 引领他走上这条道路的 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 宏光实业案 1998年 宏光实业因欺诈上市 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公司高管栏档入狱 宏光实业是A股市场第一个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上市公司 也是首例被提起民事诉讼的 上市公司 但由于新兴的政权市场 法律之后 遭受巨大损失的投资者 申诉无门 法律规定本身尽管有 但是不够详细 那么哪些投资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以什么样的计算标准 来起诉 那规定的不够详尽 2012年12月 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 详细解释了投资者起诉资格 和可赔偿范围 并且明确规定 相同案件可以提起共同诉讼 就在司法解释出台后不久 成都中院受理了 宏光民事赔偿案 历次案件也根据这一司法解释 获得受理 原来投资人起诉难 人民法院受理难 审理难 判决难 执行也难 2002年12月 这个司法解释出来之后 投资人起诉 有了更明确的依据 人民法院受理 审理 判决和执行概念案件 也有了更加明确 详尽的法律依据 最终 盐一鸣代理投资者得到了赔偿 法律的进步 就是投资者的福音 历史的经验证明 资本市场 特别是股票市场 没有风险是不可能 这是不现实 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它风险降到 降到最低层 损失降到最低层 来维护市场稳定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资本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资本的力量才能真正发挥 这需要法律的进步 也需要投资者自我保护的意识 股票 你自己都不关心 谁来帮你关心 徐勤芳 一个资深股民 投资股市二十年来 一直坚持参加股东大会 我们作为股东 我们一定要关心自己 既然是股东了 你就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到股东大会上去 我是一 看他领导的管理能力 二 我要自己实地考察 你上市公司 是不是管理得很好 参加股东大会 进行实地调研 一方面可以挖掘 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另一方面防范风险 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十多年来 徐勤芳调研了五十多家公司 甚至和很多公司的高管 成了很好的朋友 虽然我们做股东 到上市公司去考察 都要是自费 而且还要有得跑很远的路 但是我自己感觉 就是自费要去 因为我到上市公司去 是对我的投资负责 你做股民 你投资审舍 你平时买菜还讨价还价 你这上面审舍多少 一审舍搞得不好 一万十万 对吧 所以我自己认为 学习最重要 所以你看我这 什么资料全部都是的 全部里面都是 都是有文件加分开的 从追涨杀跌到价值投资 从法律援助到自我保护 大量的中小投资者 在自我进化 自我升华 但像徐勤芳这样的 具有强烈自我保护意识的投资者 毕竟是少数 中小投资者的自我保护 需要引导和示范 需要扶上马送一程 这是一次模拟的调解现场 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通过大量的这种模拟演练 来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 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成立于2014年 是一家专门为投资者服务的机构 它在每家上市公司持有一百股 作为股东行权和维权 就是为了给所有中小投资者 做出股东示范 近两年 他们频繁在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上露面 通过法律手段 引领中小投资者行权和维权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 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请听题 以下表述是否正确 经营机构可以根据专业投资者的 有关能力对专业投资者进行 2018年 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与央视财经频道 合作了一档大型竞赛节目 股东来了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以来 第一次全国范围内 以竞赛形式 普及股东权益保护知识的 大型活动 有近500万人参与节目 以愉悦轻松的形式 给投资者做出全面之权 依法行权 积极维权的示范 中国资本市场是新兴的资本市场 我们还处在 第28个年头 在融资功能 基础 制度 市场监管 和投资者保护等 各方面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投资者 上市公司 监管者 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者 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 也在共同呵护着资本市场 中国证券业协会 上市公司协会 基金业协会 以及期货业协会 等一批行业自律性组织 自我约束 维护着市场基石 从制度监管 到法律完善 从互换股东意识 到行业诚信自律 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凡 中国的资本市场 在逐渐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运营模式 资本市场 国际资本市场的历史 它也是这么丑 不断地创新 创新然后又出问题 出问题然后就健全法规 健全法规又发展又创新 又突破法规 又出问题 又解决问题 又搞新的建设的发生 它就这么一段的螺旋式上升 就这么过程 9点半上岗 15点离场 星期一的星期五 天天都挺忙 炒股为拿庄 这是十几年前 在古民中流行的一首歌 古民老张 这首歌道出了无数投资者 渴望市场公平 又追求市场发展的心声 规范 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完善的法治 有效的监管 健康的资本市场 将源源不断地 为中国经济发展 注入强大的推力 这是我们发展中的 争权市场 我来到这的东西 并不算高尚 我记得到底作用 却能行过安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